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读书时间 我们今天继续读程序员修炼之道这本书 好,我们现在开始 予于开发还是予于维护 我们已经看到若干不同的文法 范围从简单的面向行的格式到更为复杂的 看起来像真正的语言的文法 既然实现更为复杂的文法需要额外的努力 你又为何要这样做呢 权衡要素是可扩展性与维护 尽管解析真正的语言所需的代码可能更难编写 但它却容易被人理解得多 并且将来用新特性和新功能进行扩展也要容易得多 太简单的语言也许容易解析 但却可能晦涩难懂 很像是46页上的Sandmail例子 考虑到大多数应用都会超过预期的使用器械 你可能最好咬紧牙关 先就采用更复杂可读性更好的语言 最初的努力将在降低支持与维护费用方面得到许多倍的回报 相关内容 原程序设计 原程序设计 挑战 你目前的项目的某些需求是否能以具体领域的语言表示 是否有可能编写编译器或转译器 生成大多数所需代码 如果你决定采用小型语言作为更接近问题领域的编程方式 你就是接受了实现它们需要一些努力 你能否找到一些途径 通过它们把你为某个项目开发的框架复用于其他项目 练习 我们想实现一种小型语言 用于控制一种简单的绘图包 或许是一种海规图形 Turtle Graphics系统 这种语言由单字母命令组成 有些命令后跟单个数字 例如下面的输入会 下面的输入将会绘制出一个矩形 绘制出一个矩形 请实现解析这种语言的代码 它应该被设计成简单的增加性命令 设计一种解析时间规范的BNF文法 应能接受下面的所有例子 用YAC、BISON或类似的解析器生成器 为练习6中的BNF文法实现解析器 用Pro实现时间解析器 提示 正则表达是可带来好的解析器 13,估算快通过56kModern 现发送战争与和平需要多少时间 存储100万个姓名与地址 需要多少磁盘空间 1000字节的数据块通过路由器需要多少时间 交付你的项目需要多少个月 在某种程度上 这些都是没有意义的问题 它们都缺少信息 然而它们仍然可以得到回答 只要你习惯于进行估算 同时在进行估算的过程中 你将会加深对你的程序所处的世界的理解 通过学习估算 并将此技能发展到 你对事物的数量极有直觉的程度 你就能展现出一种魔法般的能力 确定它们的可行性 当有人说 我们将通过ISDN线路把备份发给中央站点时 你将能够直觉的知道那是否实际 当你编码时 你将能够知道哪些子系统需要优化 哪些可以放在一边 estimate to avoid surprises 估算以避免发生意外 作为奖励 在这一节的末尾 我们将透露一个总是正确的答案 无论什么时候 有人要你进行估算 你都可以给出答案 多准确才足够准确 在某种程度上 所有的解答都是估算 只不过有一些要比其他的更准确 所以当有人 要你进行估算时 你要问自己的 第一个问题就是 你解答问题的语境是什么 它们是需要高度的准确性 还是在考虑 棒球场的大小 如果你的奶奶问你何时抵达 他也许只是想知道 该给你准备午餐还是晚餐 而一个困在水下 空气就快用光的潜水员 很可能对精确到秒的答案 更感兴趣 派的值是多少 如果你想知道的是 要买多少试边 才能把一个圆形花坛围起来 那么三很可能就足够好了 如果你是一位议员 三显然也足够好了 在1897年 印第安纳州议院 第246号议案试图规定 自此以后派的值应该是三 该议案在二读时被无限期搁置 一位数学教授指出 他们的权力不能扩展至通过自然法则 如果你在学校里 那么22除以7也许就是一个好的禁词制 如果你在NASA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管理局 那么也许要12个小数位 关于估算 一件有趣的事情是 你使用的单位会对结果的解读造成影响 如果你说 我是需要130个工作人 那么大家会期望 他在相当接近的时间里完成 但是如果你说 大概要6个月 那么大家知道 他会在从现在开始的5到7个月内完成 这两个数字表示相同的时长 但130天 却可能暗含了比你的感觉更高的精确程度 我们建议你这样度量时间估算 时长1到15天 就按天算 3到8周按周算 8到30周按月算 30周以上 在给出估算前努力思考一下 于是在完成了所有必要的工作之后 你确定项目将需要125个工作日 25周 你可以给出大约6个月的估算 同样的概念 适用于对任何数量的估算 要选择能反映你想要传达的精确度的单位 估算来自哪里 所有的估算都以问题的模型为基础 但在我们过深的卷入建模技术之前 我们必须先提及一个基本的估算诀窍 它总能给出好的答案 去问已经做过这件事情的人 在你一头钻进建模之前 仔细在周围找找也曾处在类似情况下的人 看看他们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你不大可能找到完全相符的案例 但你会惊奇有多少次 你能够成功的借鉴他人的经验 好 谢谢大家 我们今天先读到这里吧 那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